狂飙 第四十一集 市公安局的天井旁 李响皱着眉头 狠狠地抽了口烟 安心说道 你抽烟这范儿 越来越像师傅 话一出口 安心就后悔了 草闯仍是他们的言语禁区 李响没有回应 安心又说道 有必要吗 线索都指向他 但我反而不相信他是凶手 要真是他杀的人 会把尸体藏到自己管理的车上 会把凶器放在自己家里 你有没有想过 他就是利用你这种心理 给自己营造了被陷害的假象 安心有理有投 他挖这种心理战 对他没有一点好处 特意万不讲 就算他是凶手 他已经落在咱们手上 沈就是了 靠着他 只能增加抵触情绪 李响掐掉了手里的言 我懒得管他的情绪 文明是留给文明人的 对野兽 救的野蛮 安心拿出了名单赋印件 他给的名单 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根据仲卡司机的交代 他的车室提前一天装好货 第二天直接开车 离开装卸仓库 有人想在当晚给货物 动手动脚 非常容易 特别是集团内部的管理人员 李响的情绪平静了一些 你开始查了 谁的嫌疑到 安心沉声说道 陈泰的助理 程程 工人宿舍内 一间八十平米的民居 被隔断切成了豆腐块 屋里烟雾缭绕 无事可做的工人正在打牌 程程用双倍工钱的条件 让工头开工 工头哭笑道 得罪了你 丢份工作 得罪了他 工头没有再说下去 但是意思很明白了 程程一回到车里 就气急败坏地打着电话 立刻找一支施工队 静海找不到就去外地找 市政光了 明天必须开工 市局刑警队内 高启强仍被靠在暖气片上 扭来扭去 在众目睽睽之下 他感觉像被扒光了一样 安心走了进来 冲江超说道 去把陈书廷和高小陈 接过来签字 江超应声去了 安心掏出了钥匙 打开高启强的手铐 张彪过来阻拦 他还没交代问题 你冲什么好人 安心面无表情地说道 我带他去审刑室 有话要问 说着话 抽起自己工位上的一件衣服 盖在了高启强的手上 一个私人会所的包间内 李友田恭恭敬敬地 坐在自己的位子上 像一个听话的小媳妇 王秘书沉声说道 不少人向领导反应 你跟京海建工集团的高启强 是老朋友了 原先你在电信工作的时候 就跟他认识吧 公开将看着赵立东的心腹 王秘书说道 有些说 谈不上朋友 王秘书点头说道 不是朋友最好 清华区的开发刚刚开始 他就兴风作浪 搞得市里很多领导 都对他有意见 现在又牵扯到杀人案 估计是出不来了 我今天能代表领导来 就说明领导还是信任你的 工局长 跟一些破坏京海发展的坏分子 该划清界限就要划清界限 不然容易被拖下水 李友田插话道 这都是下面的小鬼在作乱 跟工局长肯定没关系 公开将却听得汗都下来了 王秘书见敲打得差不多了 自顾自地喝茶 李友田说道 人齐了吧 叫服务员上菜 王秘书说道 还有一个人 这时门开了 李响站在门口 市局的会议室里 郭文杰来听取专案组的汇报 听说李响不在 便冲着安心 没好气地说道 安心 之前那篇报道 扫上的舆论影响 基本已经平息了 市里对我们的工作 也都做出了正面肯定 专案组的工作 由你和李响一起负责 对高细强提供的 那份嫌疑名单 我的态度是可以长 但是一定要警惕 不要让警方 成为他们内斗的工具 安心点了点头 我们会住一分寸的 查得怎么样 根据目前掌握的线索 张晓清案最大的犯罪嫌疑人 是京海建工集团董事长助理 程程 高细强被抓后 莽村度假村工程重新复工 程建方 变成了京海建工集团 负责人就是程程 他们的合作也太快了点 不排除提前做了利益勾兑 只等着高细强入狱 安心说道 所以张晓清的死 很有可能也有李友田 父子的参与 会所包间内 酒过三巡 李友田的眼圈红了 用袖口抹着眼泪 王秘书明知故问道 知书 怎么了 李友田说道 自家还有点小事 说了 又怕给李队长添补痛快 李响沉着脸 不知可否 王秘书说道 李队长 知书的儿子 还在你们那压着吧 听说没他什么事啊 李响说道 已经定性了 一个是吸毒未遂 一个是知情不报 防险一人销毁证据 都不是大事 教育教育就行了 早点放人 看李响没有说话 王秘书皱了皱眉 很麻烦吗 缉毒队和你们刑警队 不是都在一个单位吗 我试试 地下停车场内 王秘书有了几分罪意 李响为他拉开了车门 王秘书拍着李响的肩膀说道 我会把你今天的表现 告诉领导的 警察队伍里有自己人 办起事情来 才能顺风顺水 说着 从包里拿出了名片价 打开 从数百张名片中 找出了一张 递给李响 听说你还没车 去他们店里提一两 价钱不用担心 施工街道上 新来的施工队与当地居民 正在因为停电的事情 大吵着 孟玉站在旁边 从各个角度抓拍着照片 郭文杰一身警服 从人群中走进来 一眼看到了孟玉手中的镜头 你是专门哪乱往哪跑啊 孟玉潜意地说道 上次那篇报道 我有失误 对公众总误导 您放心 我这次一定全面了解 客观报道 郭文杰点了点头 只要尊重事实 就让人家管中推爆 我们也愿意接受 谢不见 孟玉笑着说道 当然 公安局长亲临第一线 解决施工纠纷 就是今天的正面新闻 这时 一个秃子大声喊 不停工就滚 工人中也突然有人喊着 在这户盘你先买了 紧接着 迎面飞过来一顶安全帽 挣扎在秃子脸上 秃子骂了一句 带头冲向了施工队 孟玉的相机被挤掉了 两拨人打在了一起 刑警队队长办公室 安心门也不敲 直接闯进来问道 李红伟你怎么放了 李响也没看安心 说道 他的案子不是审清楚了吗 又是出犯 教育一下就行了 李响的脾气也上来了 张小新张大清都是他根本 一个死了一个失踪 能和他没关系 俩人正叫着近呢 江超慌张地跑了进来 李队 安哥 郭局长被人打上住院了 他没关系 李下